我们看到呢 在现在马政府执政 在城中内阁 现在我们说呢 天天疲于奔命在灭火的一个同时 民进党相对起来 是不是呢 虽然听不太到党主席苏贞昌的声音 但是在谢长廷 走了一趟登陆行之后回到台湾 是不是在民进党现在 陆陆续续有这样子一个发展的可能性 只要在两岸政策 民进党党内真的能够有所共识的话 其实2012年真的是希望非常非常之大 因为民党现在自乱阵脚 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 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情势 这个时候的民进党 是不是值得大家来期待 还是呢 其实现在我们的人民们想到就是 只要我生活过不好 其他一切都也很难再去想象了 在这样一个乱的一个情况当中 接下来应该怎么走 大家比较能够看得到 有一丝的一个光线进来 我们在最后时间 我们每位来宾 我们30秒给我们的国民党 给民进党更好的建议 我想谢长廷的登陆 对民进党对谢长廷 当然是一个利多 但是后面怎么做 他只是刚刚开始的 我觉得距离选举还那么远 因为这样子国民党就紧张 民进党就可以余庸之力 我觉得严实过早 政治每天在变 所以你觉得还早 因为他有太多的 他因为去登陆 所以民进党有很多内部矛盾 会慢慢出来 还要看时间 是 国民党不用怕 现在也不用怕 不说不用怕 现在这个政党轮替的气氛是很浓厚的 可是问题是民进党有没有足够的人才 在2014都全局跟2016的时候推出 我觉得还很难讲 这也是为什么马总统现在还高枕无忧的原因 中委员 我觉得这是民进党的使命 因为现在刚刚预克姐讲了 就是说这种气氛很浓 政党大家也希望你们也对民进党有个期待 所以民进党一定要做出符合社会期待的事情 那谢长廷的这一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应该赶快的快步向前 把民进党的转型 彻底的这种转型 来符合这些社会的期待 那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忠诚的反对党 应该要替全民所做的事情 要赶快快步往前走 不过苏主席说不急 不过我插一句话 我希望他应该会有他的一个智慧 好好的 因为党内的这个问题常常是最难搞的 就刚刚赖斯堡文也讲了 所以在寻求党内的这种共识的一个过程 要一点时间没错 但是不要把它长期拖下去 一定要赶快快速进行 博老师 台湾大家都卡住了 我看今天选出来的字会是卡这个字 这个人才被不是人才卡住的 这个制度被把大家卡住了 然后要开放也卡住了 各种方面都卡住了 所以等待那个独孤九尖出来 看谁是政治的风轻扬 或者是力不冲 可以把它彻底的瓦解一下 希望快速到来这样的一个状况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ɽ 哀 carn畏惑 with the vaccine feel